以往我还察觉不到 但是最近随着参加更多的发布会和体验会之后 个人觉得移动办公的重要性确实迫在眉睫 节目想要越快的给大家呈现出来 那你移动化办公的碎片时间一定要利用起来 刚好前几天亮阁也买了一个EVO认证的笔记本 各种案例我说超级好用 我能怎么样 只能心动 那咋办 体验呗 目前越来越多的笔记本上面的贴纸都变成了这个EVO 这个认证到底是什么 很简单 它就是英特尔对笔记本电脑的一个认证标准 英特尔工程师对于日常笔记本的真实使用环境 通过了各项标准和考验 联合打造了一个笔记本体验标准 说的再直白一点 通过这个认证的笔记本 它可以让你的笔记本在更加轻薄的集体内 性能更强 快速唤醒 续航更长 重点更快 而且保证了多端口 超高带宽 以及快速连接的性能 拿到了以上关键点和关键词 我们就通过实战应用详细体验 每一个关键点对于日常使用的加持有多少 快速唤醒 在你使用笔记本的时候 第一个步骤肯定就是打开笔记本 有的时候灵感突然爆发 或者是上来的那一股冲劲 必须要工作的时候 你的意志会不断消磨 快速唤醒 可以让笔记本在睡眠状态下 一秒内即刻唤醒 即使是关机状态下的开机速度也有提升 这个体验我觉得非常的棒 相当于手机解锁的速度 可以瞬间进入到作战状态 笔电性能 进入到战斗状态 笔记本的性能就发挥关键了 这是这次测试的硬件及环境 这次11代库里处理器 搭载锐GXE显卡 提升了近8倍AI的计算能力 所以像以往我们只能用轻薄本 PP图 而如今我们可以用它来剪辑视频 甚至是轻度娱乐玩玩游戏 作为一名UP主 我主要的生产力就是Premiere和Footoshop 通过适合大众的一般剪辑输出测试一下 影片的时长5分钟 简单调色和转场特效 通过预设的4K进行输出 11代处理器相较于上一代 几乎是可以节省你一半的时间 锐GXE配合这次11代提升的单核效率 确实有致的飞跃 下面再把我自己的时间线渲染一下 我归档了一个之前还算重度剪辑的工程文件 里面包括转场特效 MG动画 调色和剃度变速 通过结果来看 这次11代在重度剪辑过程中 也省下了将近半小时的时间 综上来看 这一套黄金组合对于前代笔记本来讲 在生产力上确实有所提升 续航能力 续航也一直是你在外移动办公最重要的一点 首先说一下平台规范 Evo任性的笔记本 必须要在搭载FHD屏幕的情况下 达到至少将近9个小时的续航标准 以及拥有充电半小时 续航4小时的快充表现 手中小米Pro15的显示参数是3.5K OLED面板 风质亮度将近600尼特 我在屏幕亮度自动调整 以及默认的均衡模式下使用一天 续航时间为9小时17分钟 在快充测试上 以我笔记本的电池容量为例 大约半小时充了47% 配合上面的续航测试 基本也是达到了充电半小时 续航4小时的规范 这让我因前一天工作到深夜没有充电 而早晨起来手忙脚乱的我 醒来的第一时间 插上到出门 也可以维持我一上午的工作 拓展连接 搭载Evo任性的笔记本 同样要支持WiFi6以及雷电4接口 WiFi6我们应该非常熟悉 既能保证它的扩充性 有着高频宽 高速稳定的无线连接属性 也能保证未来WiFi的连接协议 因为各家网速不一样 所以我展示一下下载速度 没有任何意义 况且WiFi6的特性 也并不是仅仅只是针对于下载速度 通过下面这个方式 来最直观展示一下WiFi6的特性 这是一台WiFi6的无线路由器 这是一台WiFi6的平板电脑 加上Evo认证支持WiFi6的笔记本 三台设备 同时连在同一个WiFi6的网络下 打开平板电脑的扩展功能 通过Windows11共享屏幕 可以明显的看到 不要说拖拽和基本操作没有延迟 就连我在Photoshop上面画画 笔触的延迟操作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大家的桌面都挺乱的 所以能用无线解决的事 尽量不要用有线 再加上雷电4的加持 这个我之前在做Galaxy Book案的时候 也着重演示和讲过 雷电4接口是目前为止最全面的接口协议 USB PD DP视频传输协议等主要接口 全都被它兼容 我可以不用 但你不能没有 一个口搞定 充电 数据传输 视频输出 这让带着一堆素材回家准备工作的我 剪辑的时候 偷到大屏上 传片之后也有效率 最近在用这台笔记本 也是我第一次在体验Windows11 这里也简单说一下Windows11的感受 首先整体的界面 动画操作逻辑和UI细节的表现 可以让我感觉更加是像在操作一台智能手机 这种方向是对的 各平台之间的操作 感受 视觉冲击 逐渐规远化 可以更加的无缝 界面更加的干净 而且还可以新建桌面 这样让我这种喜欢随时把桌面当成收纳箱的人来说 是一个完美的工具 而英特尔和微软的合作也就无需多言了 新系统配合着新架构 让这一次的大迭代更新 少了以往的那种担忧 目前我在日常使用上 无论是PS还是Premiere的各种插件 还没有碰到出错的情况 然后我们再回归到整体来说 笔记本作为一个随身携带的生产力工具 极致的工业设计一直是它的追求 更轻更薄 性能更强 续航更长 以往来看 确实是三者无法完美融洽 但英特尔一直在致力于这件事情 包括之前体验的雅典娜计划出行 到如今第二阶段的EUO认证 有些事情看似不可能 但总归有人要去做 再加上毕竟是绝对的大厂 它的整合力度和联合性 它的话语前和控制力度 可以说是引领着市面上 各个阶段工作 生产力工具的核心与方向 当然这毕竟也是轻薄本 如果你想玩3A 那是不可能的 只不过EUO认证的笔记本 它认清了目前市面上 绝大多数使用笔记本工作者的痛点 本期节目也用了EUO平台 来剪辑和制作输出 笔记本带来了随时的作战性 而EUO的认证 加强了你的工作效率和使用综合实力 总之我不能说我看不看好这个平台吧 我也没有资格这么说 我只能说我更加期待这个平台 今后阶段的强劲表现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